打疫苗前后吃什么能降低副作用 接种完新冠肺炎的疫苗之后 由于身体进行免疫反应 可能会出现副作用 包括手臂酸痛、头痛、身体酸痛等情况 在注射后的休养期间 应该选择哪一些食物 降低体内因免疫反应所引起的不适症状呢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提出 接种新冠疫苗前后六点生活照护 一、摄取抗发炎食物 如蔬果、鱼油、姜黄等 避免选择加工食物 二、施打疫苗前五空腹 可选择食用优格、水果、蛋或健康能量棒 三、多喝白开水 保持体内水分充足 四、接种前后一天避免饮酒 避免脱水及影响免疫反应 五、充足睡眠、减少压力 防止身体免疫力下降 六、充足休息 是身体状况可进行快走等简单运动 没有最健康只会更健康 快上来加入好友 Top1 Health